真实的海外撤侨到底什么样 2011年利比亚发生战乱 当时滞留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超过3万5千人 中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在了解到我国民众的情况之后 我国当即启动了国家一级响应 每个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祖国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 128架侧的民航包机 5艘货轮 4架军机 20余艘外籍邮轮 海陆空同时进行撤侨救援 在克服重重困难后 最终只用了12天 就完成了撤侨任务 当时中国的撤侨震惊了世界 而我们只会在新闻中看到简短的几句话 或者是被撤离的海外侨民 在军舰 在机场 挥舞着国旗大喊 感谢祖国 我们回家了 可你根本无法想象 几句话的背后 是外交官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异国他乡的战火中 克服重重困难 才能平安的带领侨民回家 感谢祖国 谢谢 没有 祖国的强大 我们这是有麻烦的 回过了家的 这是第一部还原真实撤侨场景的电影 姆米亚共和国发生战乱 驻地外交官宗大伟 外交部新人成朗 林薇受命前往协助撤侨 任务听起来非常简单 撤离滞留在边境的中国同胞 打通边境通道 带领同胞安全回家 可面对的真实环境是什么样 没有救援 没有物资 没有通讯 到处发生的战乱 随时可能在身边的爆炸 擦着头皮飞过的子弹 此刻的侨民依靠着什么 靠的是没有任何战斗经验 手无寸铁的外交官 靠的是巴掌大的小本 靠的是那面鲜红的旗帜 万里归途是根据真实的撤侨事件改编的电影 一个同胞都不能少 这是死命令 也是外交官的使命 在我国多次的撤侨行动中 很多外交官在执行任务前都会拟好一封遗书 外交官的职责不单单只是维护外交关系 更是要保证我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危 这是中国第一次执行规模如此之大的远洋撤侨任务 不少同胞在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 第一时间不是和家人拥抱 也不是向亲朋好友炫耀自己的经历 而是深深的亲吻了脚下的土地 是强大的祖国带他们脱离险境 如今我国再也不是百年前那个任人揉捏的弱小国家 但我们始终要记得 我们并非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所享受的和平背后 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向历次撤侨的中国外交官致敬